出道肺炎疫情冲击彩旋行人潮大减 根据台材预估 原本纯节七天 业绩上看二十九亿元 却只剩二十三亿元 其中在士林夜市旁的彩旋行感触很深 因为大陆武汉冠状病毒有影响夜市的人潮 有影响大概一成左右 人潮跟以往相比减少 但最近大乐扣共沽 愁彩上看三亿元 还是有民众愿意出门买彩犬 大家比较怕就是那个武汉肺炎 所以就大家比较不敢出来 就比较少人会来买 不知彩犬行人潮变少 汽车经销商同样面临考验 新车搭上年初车展 原本一月挂牌数 预估可以突破四万辆 成绩出炉却只有三点九万辆 因为肺炎疫情民众减少出门 没了厂车人潮订单也相对变少 我们回想几年前SARS的时候 也是一样影响非常的大 那现在展间可以说 这个观看的人数是减少 有一定的程度 那当然展间如果没有人 这个订车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为了降低业绩压力 由车商加强防疫措施 盆酒精 量体温 养养都不能少 就是想吸引民众上门 此次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各大产业无一幸免 参议宣许志雄方向台北部导